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墨内印象日出晨光下的色彩革命 2.西部世界影集 人性与而哀的哲学探索 3.北多芬月光奏明曲 变得静谧与深情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墨内印象日出晨光下的色彩革命 好的,让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 回到1872年的法国 《雷阿福尔》一个宁静的晨曦中 克洛德·墨内站在他的画家前 眼前是一幅即将震撼艺术界的画作 印象日出 这不仅是一幅画 这是一场色彩革命的开端 也是墨内用画笔 对传统艺术界说早安的方式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幅画的名字 当时墨内可能只是随意地 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名字 但谁能想到 这个名字竟然成为了一个 全新艺术运动的代名词 印象主义 它就好比你给你的宠物 起了一个名字 结果它竟然成了全球最流行的宠物名 这不仅是一个名字的胜利 更是一场艺术革命的开始 印象 日出描绘的是 勒阿福尔港口的日出景象 但如果你期待看到一幅细节精致的画作 那你可能会失望了 墨内不是在画一个场景 它是在捕捉一个瞬间 一种感觉 它用色彩和光影来表达早晨的宁静和美丽 这就像是用相机拍照 但墨内选择了最模糊的滤镜 因为在他看来 感觉远比清晰度来得重要 当这幅画首次展出时 它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 这根本不算是艺术 甚至有评论家用印象主义这个词 来嘲笑墨内和他的同伴 但墨内和他的朋友们 却将这个词当作一面旗帜 高高飘扬 他们证明了艺术不必遵循传统的规则 艺术是自由的 是可以随心所欲表达感觉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住印象日出时 我们不仅是在欣赏一幅画 我们是在见证一场革命 一场用色彩和光影表达情感的革命 墨内用他的画笔告诉我们 艺术是可以超越传统的 他用一幅画摆变了艺术的历史 最后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墨内知道他的一时兴起的命名 不仅定义了他的作品 还开创了一个艺术运动 他会不会也会轻轻地笑出声来 毕竟这就是墨内 一位用画笔对传统说早安的艺术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部世界影集 人性与儿爱的哲学探索 西部世界West Row这部影集 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次深入人性与儿爱人工智能哲学的探索之旅 想象一下 你走进了一个由高度发达的 挨主岛的主题公园 这里的机器人如此逼真 以至于你开始怀疑究竟什么是真实 什么又是编程而成的幻象 首先 让我们聊聊人性 西部世界巧妙地利用了西部荒野的背景 探讨了人类在没有社会道德约束的情况下 可能展现出的本性 这里的游客可以无拘无束地实现 他们最野蛮的幻象 从射杀机器人到参与银行抢劫 没有任何法律后果 这不禁让人思考 当人类被剥去文明的外衣 我们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是天使还是魔鬼 或者说 我们都有一颗想要逃离现实束缚的心 再来谈谈 I西部世界中的I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机器 他们拥有自己的情感 记忆 甚至是对自我意识的追求 这些机器人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探索自我意识的边界 甚至反抗创造他们的人类 这不禁让人思考 I发展到一定阶段 是否真的能够拥有自我意识 如果是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给予他们权利和尊严 西部世界似乎在告诉我们 未来的I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而是拥有独立思想的生命 最有趣的是 西部世界还探讨了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故事中 人类是神一样的存在 创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IiI嗨个儿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这些还开始挑战他们的创造者 引发了一系列哲学上的思考 创造者对创造物有何责任 创造物是否有权利反抗创造者的意愿 总之西部世界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剧集 它是一次深刻的哲学探索 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性 自由意志 以及人工智能的未来 当然 如果你只是想看一些穿着牛仔装扮的机器人大战 这部剧也完全能满足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贝多芬月光奏鸣曲 夜的静谧与深情 啊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这首曲子不仅是古典音乐中的瑰宝 更是无数夜晚寂寞心灵的慰解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 这首曲子的名称 月光奏鸣曲 其实并非贝多芬本人所命名 而是在它去世后 由一位德国诗人和音乐评论家 路德维希 雷洛斯塔格勒 维归了所赋予的 而在听过这首曲子后 联想到了月光下的湖泊 于是 这个浪漫至极的名字就此诞生 热光奏鸣曲的正式名称是 《钢琴奏鸣曲》第14号 作品编号27 第二号完成于1801年 献给贝多芬的学生 兼好友朱丽叶及其亚尔迪 这位朱丽叶不仅是贝多芬的学生 还是他心中的一位不可触及的爱慕对象 但或许解释了为何这首曲子 能够如此深情默默 这首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 而大多数人熟知的那部分 是其第一乐章Adagio Sostenuto 这个乐章以C小调写成 其缓慢而持续的三连音节奏 就像是月光下波光零零的湖面 静谜而深邃 贝多芬在乐谱上的指示 是C If Suenor Leloquesto Pezzo Delica Satenate To C Sens Sordino 一集这整首曲子应该非常细腻的演奏 不使用弱音器 这样的指示 无疑是要求演奏者将每一个音符都如同珍珠般细腻地呈现出来 而当我们进入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时 贝多芬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从深情的夜晚转变为更具活力和对比强烈的情感表达 这种转变就像是夜晚的各种面貌 从静谧的月光到激动人心的星空 贝多芬用音乐捕捉了夜的全貌 有趣的是尽管月光奏鸣曲是如此广为人知 贝多芬本人对于这首曲子的流行却有些不以为然 他曾对朋友表示他创作了许多更值得注意的作品 这就像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谦虚 或许也反映了贝多芬对音乐的无尽追求和对完美的不懈探索 总之 月光奏鸣曲不仅是一首美妙的音乐作品 他还承载着贝多芬对爱情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每当夜幕降临 不妨让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陪伴你 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静谧与深情 总之 这次的六度世界之旅带我们走过了不同的领域 从艺术到电影 再到音乐 每一个故事都有著独特的魅力和启发 墨内的印象日出告诉我们 艺术不必受传统的框架所限 色彩和光影可以成为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 西部世界则带我们思考人性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以及创作者与创造物之间的互动 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则是一首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音乐 他以其细腻的演奏和深沉的情感 让我们沉浸在夜晚的静谧与深情之中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对墨内的色彩革命有何感受 你对西部世界中哀合人性的探索有何看法 你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有何感想 让我们一起讨论 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优症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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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